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 黄金价格的飙升究竟对经济意味着什么 2024年黄金期货合约与创新高 最近更是达到了2687.3美元的惊人记录 这些发生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大幅降息之后 随着黄金需求的激增 以及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市场似乎在暗示着某种不安的情绪 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 尽管股市表现良好 但失业率的回升以及消费者信性的下降显示出潜在的危机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使黄金的需求持续上升 甚至有专家预测 未来黄金价格可能会攀升至每盎司2850美元 而白银作为另一种贵金属 经年的表现也不容小觑 涨幅超过的黄金 这一切都指向了对于经济复苏的期望 中国的经济振兴措施 更是为全球贵金属市场增添了新的机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近日黄金价格再次创下新记录 这一事件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CNN的报道 2024年的黄金市场正经历一波强劲的上涨势头 黄金期货合约价格在本周而达到了2687.3美元的历史新高 虽然价格随后有所回落 但这一记录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美联储上周大幅削减基准利率半个百分点之后 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 在今年的表现非常突出 价格增幅达到约30% 这一数字远超标准普尔500指数的20%增长 黄金价格的上涨部分是由于中国 土耳其和印度等国家的中央银行大幅增加黄金储备 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从而推动了黄金需求的大幅增加 然而市场对黄金的热情不仅仅来自于各国央行的购买行为 许多投资者也认为 黄金的涨势反映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 即便股市表现强劲 但交易者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更倾向于购买黄金 因为黄金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比股票债券和货币等其他资产更能保持价值稳定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此次削减利率半个百分点是为了提前应对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劳动市场状况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尽管利率已经降低 但美国经济仍未完全摆脱困境 失业率的上升是一个重要指标 它表明经济可能会进一步批软 美国的失业率为4.2% 虽然仍然处于相对低水平 但比一年前的3 8%有所升高 而最新的消费者信息数据也显示 美国民众对经济和未来就业市场的信心正在下降 会议委员会的月度信心指数在9月份降至98.7 这一数字低于预期 且较8月份修正后的105.6有明显下滑 NVSO的首级全球市场策略师Kristina Hooper表示 有些投资者认为此次利率削减可能反映了经济状况 比市场目前预期的更为疲弱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推动黄金价格上涨 摩根大通的研究人员在本周一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他们预计黄金价格将在2025年达到每盎司2850美元 因为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降息 今年美联储已经计划在削减半个百分点的利率 并在2025年进行整整一个百分点的放松 此外美联储的降息行动也提升了黄金相对于国债的吸引力 国债同样被视为避险资产 但目前的收益率相对较低 周二下午三点时10年新美国国债收益率约为3 2分之7 这一数字低于几个月前的超过4%的回报 Granet shares首席执行官吴乃恩表示 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对黄金的看法真的只能是正面的 除了黄金之外 达银这一贵金属的价格也在今年大幅上涨 涨幅达到了约34%超过了黄金的表现 达银的涨势通常反映了市场对经济 将重新加速的乐观起序 因为白银在基础设施和电子产品 珠宝及餐具等产品中具有广泛应用 此外白银在清洁能源转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花旗的策略师在上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中国的太阳能和电动车需求加上美联储的降息 将有助于推动白银价格上升 中国最近为了振兴经济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这可能会进一步提升贵金属的需求 中国央行在本周二宣布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降低基准贷款利率和减少银行需要持有的准备金 这些措施将释放更多资金用于贷款 这些动作表明中国对经济复苏的重视 同时也可能为全球贵金属市场带来新的给予 总体而言 黄金而言 价格的持续上涨反映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和对避险资产的需求增加 美联储的降息政策和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增持行为 无疑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因素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贵金属市场的动态仍将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黄金价格创新高 这充分显示了投资者对黄金避险功能的高度信任 回顾历史 每当经济动荡或不确定性增加时 黄金总是成为资金的避风港 这次的情况也不例外 美联储大幅降息 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忧情绪升温 导致投资者涌向黄金寻求安全 黄金的涨势不仅表明市场对经济前景的不安 也反映了全球央行储备管理的多元化趋势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黄金价格创新高其实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这更像是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悲观反应 历史上 黄金每次大涨 往往伴随着经济动荡很不确定性 现在美国经济数据疲弱 消费者信心下滑 失业率上升 这些都表明经济正在走下坡路 投资者涌向黄 黄金只是因为他们对其他资产失去了信心 这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有点悲观了 你知道吗 黄金价格的上升还有助于提高通胀预期 这对于全球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历史上 当黄金价格上升 通胀预期也随之上升 通胀预期也随之上升 这反过来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推动经济增长 更何况 中国 土耳其和印度等国家的央行增加黄金储备 更是为了应对美元的不确定性 这也是一种稳健的策略 楚天书 这就有点搞笑了 提高通胀预期 你是想让大家都吃不起饭吗 通胀上升未必是好事 尤其对那些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 更别提黄金价格上升 还可能推高贵金属相关产品的成本 像是电子产品和珠宝 至于你提到的央行增持黄金 那是因为他们对美元的信心下降 而不是因为他们对经济的信心增加 这是一种避险行为 可不是因为他们期待经济复苏 谢琪琪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贵金属价格上升也能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 比如白银在清洁能源转型中扮演的角色 白银价格的上升反映了市场 对清洁能源和高科技产业的乐观预期 花旗的报告就指出 中国的太阳能和电动车需求将推动白银价格上升 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 楚天书说的好像你天天在投资太阳能一样 白银价格上升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这也意味着相关产业的成本增加 最终还是会转嫁给消费者 更重要的是 这些涨势是否持久还不一定 市场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波动也可能带来更多的风险 总之 黄金创新高虽然让投资者短期受益 但从长远来看 这其实是经济不稳定的征兆 大家真的要小心 JSON形势 格世卫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癌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事业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问奖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顶 我让我等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